大家有興趣看我這麼多的開箱片 還有無論所有的片段 記得按讚、訂閱和分享我的頻道 Hello 我是Kai 今次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些開箱 今次的影片 所有的開箱都可以在 IG Shop和網站找到 如果大家還未看我 上一條影片就是關於 Skin Product的開箱 還有最後幾分鐘也有介紹 一些日常的開箱 究竟我用什麼開箱 大家就快點去看 今次就介紹三款 其中兩款是 Date Coins 另一款是Month Coins 我自己其實從來 都未試過 用Month Coins 所以我自己也有看到一些教學 清洗方法方面也簡單介紹一下 就是 Coin用完 然後用手指 擦擦擦擦兩邊 然後用一些 Coin水 然後新鮮鹽水 很多步驟 洗乾淨之後 再浸在Coin上 為什麼 我自己很少會選擇Month Coins 雖然它的好處 是相對上 價錢便宜一點 但是它的壞處 就是比較麻煩 因為我自己喜歡 O take it off and then end 但是 上次的YouTube影片 如果大家有看到 就有介紹到一款台灣的品牌 我自己挺喜歡用的 它就叫做 Decca 是一種金鐘色的 Color concept 我自己喜歡它的目的 就是因為 它是很自然的 就算不化妝 因為我是很少化妝 也是很自然 完全沒有一個違和感 大家也可以看 它也有不同的道數去選擇 這間IG店和網店 我自己最喜歡它的地方 就是它除了有很多不同的品牌 就是有韓國、日本、台灣等等之外 我自己覺得最方便的就是 它是可以 好像買滿500元 就可以寄到家裡 另外 這次要介紹兩款新的Coin 第一款 就是這個 Rige Anne 這款顏色是一個 Lateral Daily Coin 就是灰色 其實我自己 除了啡色的Coin 也很喜歡一些 灰色、藍色系列的Coin 這個是韓國製造的 我現在自己戴著 就是 它是 灰色 我不知道大家看到 可以放近一點 它戴上去 就算現在不化妝 也有 很 自然的效果 另外 就有另外一款 就是一個 Mumply Coin 去推介大家 就是主要因為 我覺得它這支顏色很漂亮 它是藍色 我也是第一次自己試 藍色 它這個牌子也是韓國的 就叫做 Mixed Anne 大家可以看這邊的Captions 也會有一些Description 它是這樣的 Mumply Coin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它就是 很大盒 很大 一個Package 然後 它裡面是多很多水 就是比起一些Day Coin 我想應該原因就是 不知道 就是這樣 好了 今次的介紹就是這樣 就介紹了三款不同的Captions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記得留下 他們的網站 以及他們的IG 去查詢更多 如果大家有興趣 看著我更多的開箱片 以及一些 無論所有的片段 就記得去like subscribe 和share我的頻道 我們下條片 再見 拜拜